嗨大家好,我是立江 今天呢,我來到了我四年前在北海道的時候住的宿舍 就是這個,北海道大學的雙心寮 這間宿舍呢,是我在北海道那個時候住了整整半年 那是住冬天,因為阿拉寫演唱會來北海道 我在Instagram上面就有問說,可以讓我進去參觀一下 然後呢,就是這位無商,因為他不能露臉,我知道他的身體 這位無商,他答應我的邀請,讓我一起進宿舍 去回憶我的故鄉 好懷念喔 而且我記得就是,這邊就會有這個箱子 這邊這裡面就會放很多電費啊 還是那什麼重要告知 然後一進來呢,要先拿鞋子拖鞋 這個就是很日本的東西,日本就是玄關嘛 那我也來拖一下 給大家看我的鞋子多破爛了 我的鞋子都破爛了 那因為我是萊克,就不是住在這裡的人 那他們就專門準備給萊克用的這個拖鞋 就是我現在穿了這個拖鞋 然後一進來這裡有一個交易廳啊 這個交易廳跟我之前來的時候比起來 又多很多東西 那一個,就是我四年前來的時候還沒有這個東西 那一個,就是我四年前來的時候還沒有這個東西 它這個,然後這裡有一個達魯媽,然後 維尼熊熊 這裡還有自動販賣機 然後呢,這裡有個鏡子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我要去入學室那些啊 我都會在這裡拍照照片 二二號房就是我在四年前的時候住的房間 現在已經給另外一位同學了 把這個遺址交傳給他 因為吳三他是住在三樓 所以我們現在到三樓來 那三樓這邊外國人住的地方 他就有很多這種庫告欄 然後都是以外國人留學生為對象貼的 然後還說這也不可以抽菸 那現在呢,我們就是來到他們三樓的廚房 給大家看,這個是他們雖然說療母有打掃 可是沒辦法,這是成年的還是會比較髒 可是我覺得,它雖然髒 也不會有到我覺得真的到很髒那種感覺 就是怎麼講,會覺得有一種 親近正在家裡這種感覺 也有很多啊,像是鹽啊,跟砂糖 還有這些都是共用的吧 而且在這裡還寫很多,就是 請把這裡弄得漂亮一點啦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誰寫的 來不及洗的碗,請放自己房間 放這兒耽誤別人做飯,謝謝喔 那你寫的嗎? 沒有,不是,我寫的是這個 我來吃錢 你寫英文的 那這個呢,就是他們的琉璃台 其實雙新娘還不錯,很多東西是 錢人留下來給你共用的 這些碗筷啊,跟鍋子什麼 還有下面應該還有吧 對,就是這些東西很多都是共用的 當然有些人自己買,可能就會貼上那兩間號吧 然後是飯鍋 有兩個 給大家看一下冰箱 他們冰箱呢,就是會有像這樣子的 比如說這個是323號市的人 他們就會準備這個小籃子 讓你放你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從廚房走出來啊 就這個可以直接看櫻花 可以在這裡邊閃花耶,有沒有 下面有什麼? 哇,好漂亮喔 這個是櫻花散落下來,然後聚集在地上 成為櫻花地毯 那看完廚房之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們的廁所 這邊是洗臉花牙的地方 它會分了三個,有點像當兵那種感覺 然後這裡呢,也是有這個小籃子 會寫你的房號,讓你放你的東西 把大家都隔開 然後這個是洗衣服的 還有廁所 我之前來雙心聊最難過的事情就是 它的廁所竟然不是免治馬桶 是這種最古老的廁所耶 因為北海道很冷 我之前冬天坐這個馬桶的時候就超豐富的 因為它會冰 然後燈沒那麼大的感覺 浴室是長這樣子 這個也跟我那個時候一樣耶 其實我覺得雙心聊的特色就是 它不乾淨 可是很有家庭感 就是有那種刻苦留學生活的感覺 然後價錢又便宜這樣子 然後呢,這邊是淋浴的地方 就有一個鏡子讓我們看啊 可是通常都會被蒸氣弄得完全看不到就是了 然後還有這個是防止水都出來 可是其實這個一點用都沒有水 還是會跑出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無箱的房間 OMG ちょっと待って 好 那現在正式我們要進入無箱的龜房了 看 欸!你房間好大喔 我要跟大家說 雙心聊的每個房間 它的布局幾乎都不太一樣 就是床有放哪裡啊 甚至有些有衣櫃有些沒有 還是曬衣服的這些東西 就是有的房間有有的房間沒有 所以每天房間都是不一樣的世界 這邊有一個掛衣服的 然後旁邊呢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幾層櫃 四層櫃 可以讓你放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個冰箱 然後呢就是床 那最這邊的那個呢是暖氣 我們住的這個雙心聊的暖氣啊 它是中央控制時間的 就是在庫墊的時間打開庫墊的時間關起來 然後電廢油就是全部的住戶一起負擔 然後這邊呢是無商念書的地方 然後還有布告欄 好像我覺得這個有期待的沒有 對!我覺得這個很有生活感耶 然後這個是無商的課表 那這個呢就是在日本留學生最真實的房間 然後這個就是衣櫃 它這個就隱私就不看啦 然後上面還有可以讓它放行李的地方 我那個時候也有 這個超方便 可是我覺得把心理箱拿下來是很恐怖 就是如果是很重的心理箱 感覺會砸下來這樣 你心理牆衣服都放來啊 喔對齁 房間走出來這裡就會有一個 這麼大的窗戶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我們在這裡是中天 我跟我的隔壁的室友就會在這裡一起看雪 就是好浪漫喔 然後我們就看雪下來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說 欸我們要不要去買冰吃 就是下雪才要買冰 就是覺得很浪漫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起出去再一起回來 但是我就覺得 看到這個窗戶就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而且有一天我早上起來 我看外面就是 就他們冬天不是有雪嗎 然後媽媽就可以買這個小瓜籃 拖著孩子走 超可愛 我沒有看過 那現在帶大家看一下雙新聊裡面 專門給留學生啊 或是日本人 就是大家一起可以交椅的地方 交椅廳 還要演這一段 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他們的教育廳 這裡還有鋼琴耶 就帶著耳機 因為會吵著別人 喔 就是他的隔音比較沒那麼好的 對 對 而且有隔音很差的事 對對對 我那時候也會聽到隔壁等於在放Arash的歌 這裡還有娃娃 它也是一樣這裡有個大窗戶 大家就可以邊看雪 然後我其實來過這裡一次 我們是在那邊 等一下再帶大家去看好了 先給大家看這邊 然後它這邊就是有很多這種日本的 比較合式風格的 就是放在那邊 大家就一起做 然後這裡很特別的是 超多漫畫 不只有這種漫畫 但還有文庫本 就是這種小書 這邊呢也有黑子籃球的漫畫 這一部是文當很喜歡 所以我還記得 然後給大家看這裡 拉開 合式的大門 有點詭異的氣氛 開燈 之前呢我來了一次就是在這裡 就是我們各個國家的人啊 還有日本人啊 我們就在這邊邊煮火鍋 然後就是邊吃飯聊天 看電視 旁邊這個拉門拉開之後呢 就會有很多棉被 這個呢就是他們的交易廳 這次就是很感謝無商啊 他讓我進來這個雙心聊 因為雙心聊真的是 我四年前又住在這裡 然後是讓我經歷了非常多 很快樂的時光啊 還有很新鮮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雪 也沒有住在這種雪國過 海灘大學他有很多個宿舍 那雙心聊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堅持一定要抽到雙心聊 結果真的就很心願被我抽到 那他到底有多便宜呢 他一個月的房租只要4700日元 然後再另外加上 大家一起評分的光熱費 光熱費就是電費啊 這些暖氣費什麼什麼的 那差不多即使是冬天 因為要開暖氣 最貴的還一萬多而已 所以其實比起來就是 跟東京的房價真的差很多 那跟其他的宿舍比也差很多 有些人會覺得說 雙心聊比較舊啊 還是比較髒啊 所以可能比較 不是那麼喜歡這個地方 但是 我自己實際住的感覺是 他雖然並不是那種 你會覺得哇很整潔 像是樣品屋那種感覺 可是就是真的是 就是哇我在留學 我在這裡生活 是一個很有生活感 又很溫暖的地方 再來日本之前 可能大家都會說 喔日本人跟人的距離比較多啊 然後比較冷漠 可是我實際來這裡 第一個接觸到的日本人 就是寮母嘛 然後寮母就很親切 並不是只是一個管理員 那種方式在回應你 是真的是寮天那種感覺 在回應人家的 就是比較不像是大家一般認知 那種日本人的管理員的感覺 就故事崩拜啊那些什麼 對對對 就真的住在日本兩年多之後 就即使遇到了很多 就是我覺得比較冷漠的人啊 我都很難去沖淡 一開始寮母給我的那種 很溫暖的形象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很幸運的是 留學時第一個住的地方 就是雙心寮 然後跟大家講一個就是 我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日本人的衛浴設備 跟外國人的衛浴設備 是不同的 哈囉 在手之間 哇 受eau 啵 哲 嗠 使 哲 哲 人 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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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éta 每天都在看著我 我現在是很大人的雰囲気 所以就像那時候 我又是大人的階段 我又是大人的階段 最近,我最初的日本人 是很温暖的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222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好多的 太多了 好多的 移動 我老實在 看連他 我老實在 看看 他要去 那我 沒看到 你